为了提供深信障碍朋友舒适便利的停车环境 交通局在25处的公有地下停车场 推出轮椅借用新措施以及电动轮椅充电的服务 有需求的民众都可以向各停车场管理室来办理 交通局从即日起在12区中的公园、商场、医院、夜市、行政机关等25处公有路外停车场 设置轮椅的租借服务 有需求的民众只要出示证明文件与填写资料 就可租借到免费的轮椅 另外神经障碍朋友常有电动轮椅电力不足的情况 目前25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也将提供充电服务 期望打造更便利的友善环境 电动轮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突然间没电了 那它可以就近向我们地下停车场的管理员来请求协助 那我们会帮它来做充电的服务 目前租借轮椅以及充电服务 规划为决军临近停车场内的电梯以及人行出入口 让伸张朋友方便使用 期望让公有停车场成为市民的好邻居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